因為我 她剛剛過了她的生日 我送她一個好厲害的禮物 好爛喔 什麼禮物 削鉛筆記 你知道嗎 爛透了 我真心覺得我對我明年的生日 感到無比的恐慌 這個求生育實在令人擔憂 由三立電視推出的 直播主選秀節目超級帶護望 要來黃國倫及寇乃馨這隊夫妻檔 分別擔任評審及評審長 兩人在記者會上 頻頻鬥嘴的模樣 可是鬥樂現場的大家 因為我們家是這樣的 我們家的這個權力關係 有一個評審長壓在那 已經壓很多年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 有一個評審長在家裡非常煩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都不喜歡唱KTV 你們知道 因為我只要任何歌 我唱完以後都會有人給我評分 你覺得這種日子能過嗎 你剛剛有蠟拍子 慢了兩拍 我跟你講 基本上一三不能容二掌 我們家真的兩個評審長 我超級偶像 超級帶護望 所以我現在才要那個 在家裡強力的爭取我的地位 那因為乃欣姐跟國文老師 其實有在經營短領音 然後有個系列叫 環國人的求生育的部分 想詢問一下乃欣姐 就是自己有沒有真的 被折到走行過 你應該問說有沒有開心過 因為她剛剛過了她的生日 我送她一個好厲害的 好爛喔 她曾經送過我最賴的底線 叫做萬花筒 今年 今年她說 乃欣 你放心 我一雪前尺 我今年一定給你一個驚喜 我要告訴你 我是會挑禮物的 好 然後她今年呢 驚心的挑選了一個 哇 驚喜 你看她說她找了一個 1971年的 你猜猜看是什麼 乃欣同年份的 對 同年份的什麼 是什麼 膠籤筆記 你知道嗎 爛透了 我真心覺得 我對我明年的生日 感到無比的恐慌 從日常的互動 就看得出夫妻倆的好感情 而身為資深音樂人的黃國倫 也不免被問到 王力宏請辭金曲 三舞 向李文致敬演出的風波 我覺得有點可惜 可是我覺得力宏本 也是以前是SONY的對不對 他跟李文也有交情 對 我覺得他也是蠻有一個心 要來懷念他的老友 那我覺得他的唱功 各方面都很OK 可能有人有意見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代 我覺得不要因人費言 也不要太多 我覺得太多的網路的 這種東西 其實我是個人是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那就是音樂嘛 而且他們有交情